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变红灯的 有时候不管是哪辆车子没辆车子 走到路口的时候都有机会碰到 红灯变绿灯 绿灯变红灯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旅程 就是因为有红绿灯 有这种红灯变绿灯 有绿灯变红灯 我们的快慢才有节奏 我们的人生的景象才有喜怒哀热 所以这是我们的旅程 所以同志朋友 当你碰到一次红灯的时候 不要怨也不用爱 那你看到绿灯的时候 你也不用太高兴 这就是我们的古事 古事这个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现在碰到这种瓶颈的时候 红绿灯出现的时候 他挨动不动的 就在我们的狭幅区间 上下上下 那你搞不清楚方向 因为我们讲的 土阳大对战 这个胜负还没有决定出来的时候 他就这种走势 所以你要去习惯他 不管是红灯变绿灯 还是绿灯变红灯 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一部好车 这个车子你要走得稳 要走得快 走得安全 那是哪一部车 一阳子这部车 他带着你走得安全 走得稳当 在红灯的时候 该停的时候就该停 绿灯的时候 该走的时候就该走 这是所谓的 一阳子的妙用 好 今天我们看到 市场是这样子 那我们必须要去接受它 毕竟我们是散户 我们不是控盘者 我们也不是外资 可以去左右这个盘势 我们要顺着它做 好 那昨天富朗老师讲说 拉回来就买进 没错 今天走上来了 那下来 也是要上去 那上去下来 还是要上去 那重点来了 这是所谓的反弹 所以今天来到高点 又只有拉回了 那大家哪里面要好奇 那礼拜一呢 不要急 待会再告诉你 好 我们先回顾一下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 告诉你 礼拜一的时候 会震荡打顶 震荡打顶 那礼拜一 5月18号 它就是震荡打顶 震荡打顶 好 礼拜一的时候 我再告诉你 走高拉回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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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礼拜二的时候 你看着它 走高 但是尾盘小拉回 还没有完全的拉回 好 我再告诉你什么 拉回 新买点 礼拜三的时候 是不是拉回 走高拉回 拉回就新买点 好 好 问题来了 21号 大巨蛋停舰 停工 不是停舰 停工 好 外资大杀 出现是所谓的 政治性的利空 突然来的利空 好 我们看一下 它的走势 急杀 这一段 根本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去空 因为来不及太快了 所以呢 来到低档的时候 小底部形态打出来 要往上走的时候 所以我们讲 当充单买进 这边买进 9541 不是 这边是 买进是 9520 这是收盘价 9520 那上去的时候 我们在什么 9550上下三点 卖出 卖出 然后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空 因为空不到 来不及 你必须在前一天去布单 才来得及 你当充单 你自己 一空下去 用市价空的话 你搞不好空下去 最低点 所以有这种风险在 所以来 利用什么 利用它反弹的时候 做什么 做当充 把我们的波段单的 停损的那种损失 把它补回来 好 接下来 好 礼拜四的时候告诉你 明日拉回买进 那拉回买进 好 长黑棒下来之后 等着它拉回买进 重点是买点是在这边 买点是在这边 那你开高之后 做拉回可以买进 好 重点又来了 开高拉回买进 毕竟这个属于什么 属于反弹 好 属于反弹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前一天昨天 佛罗老师没有去布多单 波段的多单 因为它是反弹 如果下来再上去 那个幅度就不一样了 好 这是第一个原因 也就是 要下来这边 才是我们的买点 还是我们的买点 它没有下来 直接弹 没错 拉回来都是可以买进 问题是幅度不大 所以你看到 很长的上引线 很长的上引线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因为没有出现底部形态 这一次你是看到了 急杀出现 之后 弹上来 没有底部形态 没有底部形态 底部形态有三种 它没有一种符合它的 那既然它没有符合它的 代表这是所谓的反弹 既然是反弹 就没有去 没有必要去布什么 多段的多单 因为有风险 有风险 好 那有些很奇怪 那这边 为什么就可以布 因为这边有 有什么 有符合一阳子的 底部形态 这就是符合一阳子的底部形态 符合是底 走出来的 所以前一波的低点 9538的时候 它有符合一阳子的底部形态 所以我们布什么 布多单 波段的多单 所以直接上去了 好 这就是来到低点的时候 什么时候可以布 什么时候不能布 就是因为 有没有去符合 这种所谓的底部形态 这种底部形态 就要停 碰到低点的时候 该走的时候 你就要走 我觉得一样子的妙用 它一直在告诉你什么 不只可以告诉你今天 还可以分析明天 除了今天 还有明天 好 重点是抓什么 抓转折 重点是抓转折 所有的转折都是什么 创造财富的起点 所以你看 这就是我们讲的转折 就是我们讲的转折 我们要早就早 等这个转折 上去一个波段 上去一个波段 所以你要把握这种机会 就是说一阳子什么时候出现 买进讯号 什么时候出现 卖出讯号 如何掌握高点低点 如何掌握高点低点 等待等待一阳子出现什么 买卖点 所以你看到 这就是所谓的转折 就是所谓的买卖点 好 这是我们的布局 波段单 9572 上下5点 买进 5月15号 5月15号就这边 5月15号 好 上去之后 逢高 先出托 9569 9569 上下5点 卖出平仓 获利出场 9569 减掉9572 正的123点 好 这就是所谓的 我们讲的 就是所谓的波段操作 有底部形态才有波段 那现在 这一次没有底部形态 所以呢 他指着反弹 他指着反弹 那既然是反弹 告诉我们什么事实 告诉我们什么事实 下周一 逢高卖出 下周一 逢高卖出 诶 这跟今天的讲法 什么不一样 昨天告诉你 拉回买进 反弹 即使他往下 先下 还是弹上去 先上 拉回 还是会弹上去 只是反弹 幅度不会大 好 那下周一是 他会拉回 所以呢 逢高是 你要卖 你要舍得卖 所以先告诉你 下周一 逢高卖出 不管他是 先上 还是要下 先下 上去 还是要下 因为这就是所谓的 逢高卖出 你要舍得卖 要舍得卖 因为这个行情 在弘历登上 什么意思 来看一下 这边画了一条线 这边底部 比如说 在这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 200点的区间 在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我们看土和羊 他们对战 谁赢 哪一方赢 羊是空 土是多 那看哪一方赢 我们到时候 一羊子 会告诉我们 是到底是要做多 还是要做空 那个波段单 我现在讲的波段单 当中单 比较没有影响 波段单 你要这样子去布局 等着 等一羊子出现 买卖讯号 这就是所谓的 我们讲的稳健 齐子操作要点 就是稳健 稳健 所以他这么一样 你有没有兴趣 试一试看 试试看 服务老师的观点 服务老师的操作 我的这种看法 我的这种操作 你认不认同 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 带着你来操作 只有所谓的 进场之后 我们要凭着什么 一羊子的买进讯号 一羊子的卖出讯号 要再做操作 那不管是波段的 还是我们讲当充的 都有它的买卖点 高低点 我们要抓这个点 所有投资朋友 好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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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看 试试看 拿过这种机会 体验一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入广告 下段节目跟你闪 不要离开 我一摔杯子 你们就动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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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这样子 现在还去背背啊 你累了吗 保力达 蛮牛 精力充沛 保力达 蛮牛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石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穩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这一笔话 平了2578 3777 2578 3777 眼睛 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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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泉水啤酒 今夜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石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穩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平了2578 3777 2578 3777 倒着喷 也OK哦 五盆都包比哦 有关我草本驱文系列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石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空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注意电话 02578-3777 2578-3777 2578-3777 吃火锅 怕油 怕上火 艾之味分解茶 降胆固醇 降火器 火锅的好朋友 艾之味分解茶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好我们看一下 大盘这种走势 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 一天红 一天长红 一天又长黑 这种走势 会让你摸不着头绪 这时候走在我们讲的 古式的红利灯上 只不及研判 只不及研判 你如果没有一套方法 你拉不准 这为我的依据 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没有好的依据 你是很难判断的 大家会说我用指标啊 可是指标会出现很多 也就是买进讯号 卖出讯号 我出现很多次 你不晓得哪一次才是真的 那我们要抓的 就这么一次 那个一次就所谓的决战点 那个决战点就是 我们讲的转折 这所谓的转折 转折都是什么 创造财富的起点 所有的转折都一样 这是在市场上最难的 就是抓转折 不管是高点还是低点 那个转折 是最难抓的 那一样子要告诉你的 就是这些转折 有的这些转折 你才有办法去想 去做什么 我们讲的价差 不管是做当冲的 还是做波段的 都是要 我们要的一种价差 因为旗子跟股票不一样 股票你可以死报活报 可是那个旗子 我们做的是价差 要如何去掌握 所以投资没有 下礼拜 下周一 逢高卖出 今天这个是所谓的反弹 反弹 好 第一点没有来 这是所谓的相形区间 相形区间 出现很长的上引线 出现很长的上引线 大家觉得很奇怪 那拉回来之后 一样 我们要等什么 等买点 那这一次 有没有出现买点 没有 这一次你看到 这单脚 没有出现买 所谓的买点 那整个大的形态 是属于什么 相形区间 那这一次没有出现买点 因为一样子并没有告诉你 一样子也没有告诉我 这个时候你可以做波段 代表是 它的买点 买卖讯号 还没有出现 如何掌握高点低点 如何掌握高点低点 等待等待一样子出现 买卖点 好上一波有出现 5月15号的时候 有出现 波段的买点 5月15号 9572 9572 好 就这个最低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上一次有 这一次没有 这是这一次 最低点 9512 上一次9538的时候 出现的时候 大家看到 这是符合我们一样子的 复合式底 复合式底 走出来 一旦往上攻 就是一个波段 所以 这就是所谓的转折 这些都是转折 转折 转折 就是让你布局 布局 布局 这是最后的布局 就是这样 上去就这一段 上去就这一段 所以操作是这样操作的 你不需要进进出出 好 这是我们讲的 布局 波段单 9572 上下5点 买进 买进 好 来到高点的时候 9695 上下5点 卖出平仓 两个相减 挣得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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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一段 我们就是要这一段 挣得100多点 挣得100多点 这是你可以布局的 你可以事先去掌握的 因为他有一扬子 可以带一个人去做布局 一扬子抓住福隆老师 抓住指数先生 那指数先生就抓住行情 所以一扬子他告诉你的 不只是告诉你今天 还要可以帮你分析明天 帮你分析明天 所以你现在所看到的 那既然他没有出现所谓的底部形态 底部没有出现 那弹上去都是所谓的反弹 那反弹弹完当然要下来 所以所以那下礼拜要逢高怎么样 卖出要卖出 你手中的持股逢高要卖出 碰到压力的时候过不去 或碰到量大不涨的时候卖出 或弹上去没有量的时候 也是要卖出 你要把握这些要领 做嘛做什么时候卖出 把资金给抽回来 尤其是很多中小型的个股 你要小心真的要小心 因为他们都走空了 他们都走空了 既然是走空的 那个反弹幅度不会太大 时间也不会拖太久 所以你要把握这种机会 先做到先把它卖出 好我回顾一下 上礼拜五 来到第一点的时候 明日震荡打底 所以礼拜一的时候 上去下来震荡打底 震荡打底 走出来的模式是这样子 震荡打底 缩脚 之后准备往上攻 那是五月十八号的时候 好五月十八号 礼拜一告诉你 明日走高拉回彻底 是不是要走高 藏红棒送给你 藏红棒送给你 之后呢 拉回新买点 走高后 拉回来还要彻底 拉回来新买点 好 是不是要拉回来新买点 那阶段性上涨 下来之后 会出现阶段性上涨 那问题出现了 大巨蛋 出现这个坏消息 那没有办法 这是我的政治事件 这个消息什么时候出来 我们不晓得 我们没有内线 我们只有外线 我们只有三分线 所以没有内线 好 看到击杀下来 怎么办 击杀下来 因为时间太快了 速度太快了 时间很短 所以你没有机会去空 那既然没有机会去空 下来之后 我们抢什么 抢反弹 当充单买进 9520买进 之后呢 上去 9530上下三点 卖出 卖出 把停损的部分 先把它 先把它补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操作 这就是所谓的操作 好 这样就来呢 大家看到了 21号 礼拜四的时候 拉回买进 拉回买进 我们设定的点 是来这边 好 不管它是先下 还是要 就是要上 不管先上 下来还是要上 这是所谓的反弹 这是所谓的反弹 既然是反弹 那代表说幅度会不会大 幅度就不会太大了 既然幅度不会太大 那你就不要去做最高 好 这是一种要点 所谓的一氧子 拨断当 没有去 没有去布 因为 它是反弹的话 幅度不会大 我们要找什么 找底部形态 出现的时候 那幅度很大的 就如同前面这一波走出来 前面这一波走出来 幅度很大的 这样才有意义 那这种所谓的反弹 因为反弹随时会结束 那设定的这点 就是所谓的低点 支撑点 压力点 支撑点 那现在就这样 箱形区间 就是目前走在什么 古式的红利灯上 那你需要一部车 这部车要走得稳 走得快 走得安全 那这部车就是所谓的一氧子 好 它带着你走 好 上一波来到高点的时候 出现什么状况 走出来 反市场心理型又多 好 看一下这个图形 就是这部 这个模式 反市场心理型又多 又多 好 你再比对一下 反市场心理型又多 代表之后 它是要往下的哦 好 反市场心理型又多 上去之后 下来 好 所以呢 要怎么办 不空单 10018 上下三点放空 所以 一旦下来 是不是啊 大幅度的下来 因此呢 高点 我们要找就是所谓的转折 就是转折 4月28号 4月28号 10018 放空 4月28号 就是最高点的 这一天出现的 这所谓的转折 你要抓 就抓这种转折 才有意义 只要不管是做波段 还是做当冲 都需要这种转折 这种转折 是让我们一直做的 扩大你最大的 我们讲的价差 让人做当冲才有意义 那时候把上面给去掉 把下面给去掉 那剩下的幅度就很小啦 那你是不是都做白工了嘛 所以呢 操作是吧 一阳子的家族 每天要告诉你的 就是这样 当冲单 你要做的 要抓什么 高点低点买卖点 波段单 要做什么 高点低点加码点 加码点 当我们做对的时候 就要扩大三国 做什么 做加码 那错的时候 把停损也设好 错了 就错了 就出场 就认了 一定要有这种心态 我们讲的 你既然进场的 愿读就要服输 错了 就错了 就退出 因为我们在扩 我们讲的 我们做的这种价差 波段的 幅度都很大 都上百点的 像刚才给投资本看到的 都上百点的 这种上百点的价差 才是我们要的 找不到了 这种价差 这波段单 对的时候 做加码 错的时候 就先退场 不要去跟它争 市场永远有它的想法 市场永远有它的走势 就像现在这段时间 土洋大对战 谁赢谁输 我们先不用下定论 走出来就知道了 一样子就带着我们走 一样子就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 我们该布空单 什么时候 我们该做多单 进场之后 我们等着看结果 有没有兴趣 弗洛老师这种操作模式 有没有兴趣 弗洛老师这种看法 就是所谓的操作的看法 操作的模式 一样子的模式 希望大家了解 试试看 试试看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呢 把我们的这种机会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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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靠坐视频 在联络史上 很多当事们中共有毛病 弗洛老师 我们把众贊是否 我们的目的是 和我们的目的是 dispersed It's a beautiful day And I'm gonna be Gonna be just fine It's a beautiful day And I'm gonna be 欢乐时光就爱冰火 And I'm gonna be Gonna be just fine Gonna be just fine Gonna be just fine